2月22日又有恋情曝光了 有媒体拍到宋玉琪深夜赶往王嘉尔小区 看起来预盖迷彰的先回酒店在邮车接去王嘉尔的小区 而且还被发现接宋玉琪的车司机竟然是王嘉尔的助理 很快爆出两人恋爱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 毕竟王嘉尔如今也然是当红小生全能偶像暖男的代表人物 但宋玉琪虽然靠着奔跑把在娱乐圈打开了一些知名度 但似乎相较于王嘉尔来说人情还是有些差距的 而如今被爆出两人的恋情后 网友也扒出一些两人过往甜蜜的小细节 但对比王嘉尔不仅有出圈的代表作 早前和Jesse合作的舞台一度为网友直呼杀疯了 作为歌手粉丝更是遍及事件 社交网站粉丝数是华人排行第一位的男艺人 回国后从街舞的导师到拜托把冰箱中的固定嘉宾 王嘉尔也是妥妥的综艺咖 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 难怪这次被爆出恋情后 男方粉丝负面情绪高涨 分文表示不承认 还嘲讽女方颜值配不上等等 毕竟无论是人气还是作品 宋雨琪都和王嘉尔相差甚远 对比王嘉尔事业全面开化的状态来看 宋雨琪的节目应该就是奔跑吧的固定MC 对于这位空降MC 原本就让很多网友争议不断 当时就网友猜测他背景不一般 而他最出圈的事情 应该就是和Angela Baby抢C位的事件了 宋雨琪除了跑男 还参加了其他恋宗作嘉宾等节目 一度人气水涨船高 但对比王嘉尔依旧有差距 但其实宋雨琪和王嘉尔 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第一两人都是韩团成员 主经回国发展 共同的在韩团经历 也是两人容易熟络起来的原因 第二两人都是实力很好的事业型偶像 王嘉尔在圈内也有权能艺人的称号 可以说在事业上很是拼命 与方宋雨琪在综艺节目中拼命 还有惯例少女与其弟弟的人设 都有实力又很敬业 也是王嘉尔和宋雨琪共同点之一 第三就是关于两人的性格 王嘉尔不用说就是网友心目中的暖男 经常被爆出绅士手 私下王嘉尔是一个没有偶像包袱的热心肠 有相当热情的类型 对比王嘉尔 宋雨琪则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 也是因为其大胆咧咧 不拘小节的性格 在节目中劝了不少粉丝 宋雨琪也是靠着这三点搞定了暖男王嘉尔的 对于这次的恋情 让不少网友都浅刻起了两人之前的谈论 但看起来男方的粉丝仍然拒绝承认 两人到目前也并未给出回应 尤其女方如今依旧是韩团成员 而且最近在准备回归 如今爆出恋情绯闻 不知道背后的经纪公司会不会棒打鸳鸯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宋雨琪出来之前 没有一个女人敢对Anshia Baby的脸中圈出击 综艺跑男中 宋雨琪和baby玩起了枕头互打游戏 期间baby的正脸被宋雨琪打到两次 还被吐了口水 而后baby的嫌美一笑直接吓坏了观众 堪比之前出演的恐怖片剧情 想当年陆寒也因游戏和郑凯表面闹得不太愉快 不过两人没多久就发了视频互动澄清了 相比这下 宋雨琪打脸baby事件发生后 两人似乎像约好了一样 没有任何线下互动 后来媒体还爆出 两人在录制现场非常深疏 隔的距离非常远 然而嘉宾吴轩仪已出现 宋雨琪立马跑去拉他的手 之后跑男播出后 眼尖的网友发现 一期下来baby的镜头只有10分钟 节目组也被怀疑是力捧心人 磕带老人 后来连现实宋雨琪是导演亲自挑选的事 也被爆出来了 紧接着baby的粉丝开始问候这位导演和宋雨琪 更离谱的是 两家粉丝还大搞阴谋论 觉得baby很快就会报复宋雨琪 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宋雨琪根本没被报复 反而活得越活越潇洒 网友们又纷纷讨论 难道baby甘心近8000万的脸被打 不过从现在的状况来看 她根本不敢去惹宋雨琪 有人怀疑宋雨琪幕后有金主 但都拿不出实际性的证据 反倒是宋雨琪在韩国的履历 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宋雨琪的每一项资历 都能单力出来吊打baby 她在初中毕业后 因对文艺感兴趣 才参加了韩国的选秀节目 在2015年成为娱乐公司Cube旗下的练习生 要知道Cube在韩国非常出名 能被选中的都很拔尖 训练期间 宋雨琪每天练舞要超过10小时 每月要接受一次例行砍合 商有不顺就会被淘汰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宋雨琪只用了三年 就跟着GDEL团员正式出道了 因为能力出众 所以一出道就被公司力捧 只要有好资源 公司都会优先让给她 宋雨琪很争气 凭一级之力为公司打下大片江山 她在韩国非常出名 在团队的人气也是No.1 油管上个人综艺 视频播放量均破百万 一开始那档综艺只打算做三级 没想到反响超乎意料 直接做了一个激动 紧接着宋雨琪用三年时间 继身最前沿 参与了韩国跑男 作为新人的她 能跟资源老前辈强资源 在韩国网友眼里 她人品好造型爆 宋雨实力还强 后来宋雨琪选择回国发展 没有正合经验的她 在公司的帮助下 直接空降跑男 但是没想到的是 宋雨琪刚来就给了baby一巴掌 网友们分表示不解 真的不怕baby反扑吗 其实她还真不怕 因为她是靠实力说话的人 不仅会写歌 还会跳舞 上跑男 靠创作也能在娱乐圈 出人头地 作为对内人气top的宋雨琪 只因支持祖国 7次被骂上韩网热搜 虽说宋雨琪16岁 就跑去韩国当猎骑生 但她始终没忘记 自己是个中国人 在2019年 她还满腔热忱的 转发护骑手 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行为合情且合理 然而韩国网友就不乐意了 直接在网上对她疯狂嘲讽 甚至还给她拟出了三宗罪 第一是她在韩国出道 心里就得想着韩国 第二是她的个人行为 会给团队抹黑 纯属自私自利 最后一项更是离谱至极 就因为团队里有中国台湾艺人 叶舒华 她没转发 宋雨琪也不该转发 这个年纪才20出头的女孩 在异国他乡承受了太多恶意 韩国网友完全无视她 过去付出的努力 比实力出道 还被嘲讽时运气好听 才华吸引的人气 还被说是靠队友光环 后来还有国际分子 威胁她立马退团 不到一年 她就被骂上七次韩网热松 正当大家都觉得宋雨琪 会就此妥协时 她却宁死不去 毕竟她跟baby是同一种人 baby在一无所有时 都能无视港媒嘲讽 孤数一致的 靠黄小明上位 那宋雨琪也能无视骂声 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 那段时间 她每天都在减肥 瘦身 精进武艺 因为实力是最好的反击手段 因此当她诚心回归时 那些威胁她退团的粉丝 反而心动了 可以说宋雨琪用实力 打了一场完美的翻身 小姐觉得 不管是和王家二 她恋爱 还是宋雨琪走到今天 都是靠着她自己 就这点就值得尊重 也祝福她早日找到幸福吧